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感謝神 主早上一開始就讓我們登堂入室 有一堂這麼好的聚會 我們現在要第二堂了 我們好不好一起唱一首詩歌 聖徒詩歌450首 如果你可以找到前面有聖徒詩歌的話 你就翻到450首 不然的話我們就看螢幕上面的翻譯 這首詩歌《以利沙黛》的意思 就是從《創世紀》十七章第一節 在那個地方講到的是 全有全足全風的神 我們在唱的時候 我們也盡量思考思想 在歌詞裡面的每一段話講的 我們唱第一節 第三節 跟第四節就好了 我們安靜一下我們的心 大家一起唱 有你勾了无论有多长 有你勾了无论也有多长 你是我身权有权足全缝 你能为我创造我所缺乏 有你走尽在不归家族中 无论有何需要都并无伤 我的身权已在意我路上 曾用爱的一生寂寞方圈谷 故我敢再投入你的胸膛 我的神啊 已在已过的路上 曾用爱的神迹多方眷顾 故我敢再投入你的胸膛 因信心安赞美你的道路 神啊我们谢谢你 真的这个诗歌 说到我们在你里面的经历 当我们要在开始 姐妹退休会的第二堂的时候 你仍然用你的爱在这里吸引我们 用你的爱在这里兼顾我们 让我们能够再投入你的胸膛 因信心安赞美你的道路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我在为今年的姐妹退休会 祷告的时候呢 一直想要有怎么样的主题 因为好几个题目前三年都已经用过了 那就后来呢我还是决定用这个十多年以前我在别的地方用的这个题目 蒙大恩的女子 那我们曾经后来我们在好几处的地方都用到这个题目 但是内容每一次都不一样 因为这个大恩我们可以从各方面来阐述 总是诉说不完的 而且不管怎么诉说都离不开神自己的话自己的应许 那在今天这个世界呢 人本主义一直都是越来越兴旺 越来越猖狂 那一直冲击着我们基督徒的信仰 那姐妹们呢我们的求知欲很强 我们接触到的各方面的知识也非常的广 那很多像心理学啊 内在医治啊 灵骄啊 宇宙能量啊 紫微斗数啊 命理分析 我有时候简直不敢相信 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呢去相信这个命理 或者是这个 这叫什么 我忘记了 就是放东西要怎么放的那个 风水 风水 对对对 这都非常吸引人 我们就很喜欢去听这些东西 以至于呢很可能被引导进入这个异端的异端邪说 那这是为什么圣经上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七节 他特别说要我们弃绝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 这个老妇 不知道为什么不是老人呢 老妇荒谬的话 要在敬前上操练自己 所以耶稣说你们要晓得真理 因为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所以我们要持定在主的真道上呢 这个才能够成为我们这个人生一切问题的答案 也才是我们蒙大恩的管道 因为我们是蒙大恩的女子 那神要借着怎么样子来祝福我们呢 除了祂的话和祂的灵 真的是我们没有办法在其他的地方去寻找神在这之外 祂给我们所带来的 让我们所蒙的恩 那穆迪呢 穆迪神学院的这个就是这个创办人呢 他说圣经呢不是用来增加我们的知识 乃是用来改变我们的人生的 真的是非常有道理 所以虽然姐妹们呢 我们可能今天我们可以一天就聊聊家常 讲讲这个轻轻松松的就过去一天了 但是我相信大家来到这里呢 都是抱着遇见耶稣的一个渴慕 那要遇见耶稣呢 最直接的一个管道就是经过主的话 就像玛利亚一样 因为主自己说我的话就是灵 就是生命 所以盼望我们今天我们会读很多的经文 不要传过水无痕一样 大家都没有留下一点的印象 乃是真的让神的话语产生一个能力 能够改变我们的人生 那我接着戴师母所讲的 我们是蒙神所爱的 我们就来从我们是蒙神所招的 这个来看我们是如何成为一个蒙大恩的女子 如何是一个蒙大恩的女子 那这个招这个字calling 它是从上面而来的 那神呢 他招我们要来得着 他为我们所预备的全部的救恩 除了起初得救重生的那个刹那 我们听见他对我们的呼召以外呢 他还有一个更深的心意 要我们来得着 才能够是他全部的救恩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 我们得着神的救恩就是我们得救的那一刹那 我举手或者我跟神说 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 不只是这样 灵的救恩只不过是那一个onset的那一刹那 但是呢一生之久 我们都要经历它的救恩 在圣经中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第十四节里面讲到 Many are called but few are chosen 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 所以这个招一定要有被招的那个人 那一方的回应 这个才算是一个完整的 不然呢只有被招 但是呢没有被选上 没有被chosen 没有被 就是因为缺乏了缺少了我们的回应 所以蒙招呢是 蒙招这个蒙就是被招 就是蒙招是指人对神的呼召要有所回应 那人常常会走迷了路 听见神的呼唤而归回正道 也可能是在追求自己的一些的理想或者是随流而飘的这个时候呢 听见神的话而改变方向而改变他的道路 这牵涉到一个人的行动 所以蒙招一定是要有个行动 那回应神的呼召而改变 那我想我们的姐妹们都比较务实 如果我们的弟兄们在追求我们的时候 一天到晚就是嘴唇lip service 说我爱你 我爱你 我爱你 哎呀 我们不会太相信的吧 不会吧 不会 我常常跟未婚的姐妹讲说 我们不要太相信那个甜言蜜语 对不对 我们要看到你有行动 对不对 所以要有这个很重要 那蒙招这个在纽约会慧教会 我在这边讲一个例子 在纽约会慧教会Tabernacle Church 多年前有一个姐妹叫做Pam 或者我们Pam 她成长在纽约士一个中产的家庭 家人都固定上教会 但是她在青少年的时候 开始显出非常地缺乏自信 否定她自我的价值 而且她非常重视要讨她的朋友的欢心 很多青少年的孩子们 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倾向 她就开始逃学 饮酒 吸烟 与男孩子发生关系 甚至堕胎 上了大学以后她就有强迫性的结识 因为她很在乎她在人中间的形象 她就大量地运动 然后不肯吃饭 但是又为了要跟朋友们在一起吃饭 所以她就常常吃了以后她就到浴室里面去强迫她 要呕吐 吐出来 然后她就变得非常地虚弱 而且消瘦 结果后来人家跟她讲说 Coca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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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帮助她减少她的食欲 所以她就去试了这个Cocaine 然后她就很快她就上瘾了 有一年除夕 她就有一年她去参加一个party 她就万念俱会 就在这个party的时候 她就到了主人的浴室里面 她就把所有的那些里面的药丸 那不管是吃什么的药丸 现在的人很喜欢吃药丸 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这样的人 但是她就各式各样的药丸 全部都把它收集起来 然后全部都把它吃下去 那吃下去以后呢 就后来被人家发现了 就急救 送到医院去急救 然后她在六天在医院里面 把它clean up 她的各种的肠胃 治疗 但是她一出来以后呢 就打听到有另外一个cocaine的地方 她马上又进去 又想要吃这个 又想要 那结果呢 她就一直过着这样子一个自暴自弃的生活 结果有一天呢 她在开车的时候 这都是真实故事 她在开车的时候呢 她就突然想起她小时候 她去教堂 那时候大家所唱诗歌颂的神 所以我们对孩子们要他们 就是半强迫的 要他们来教会 这是很重要 你不要问她说 你要不要去教会 你就是带她来教会 那她就 她曾经 那时候呢 她也曾经认识到主的宝血 为她留 她也认识到主 接受她 接纳她 完全地接纳她 就是她就一边哭泣呢 她就一边决定放弃要追求别人的认可 她自己欺骗自己这样子的生活 她就对主说 她说我放弃了 我放弃这样子的追求别人来认可 放弃这样子一个最重的生活 求你救我 她说而且我相信你还是爱我 那非常稀奇 在她做了这一个祷告之后 真的是神真的是活神 她从此呢 她再也不碰毒品了 而且她停止伤害自己的行为 因为她曾经试图自杀了好几次 那好像有一个主的力量呢 牢牢地抓住她的手 而且她非常地爱慕神的话 就是这个主的力量 抓住她的手 然后把她从那个泥坑里面 把她救拔出来 她回到教会 那开始呢 就好好的读主的话 那真理呢把她从这个谎言 还有捆绑中间 能够释放得到自由 结果呢她就后来 她自己在教会里面做见证 她说我终于了解到 我是活在罪和欺骗中 是主带领我让我悔改 而且她也常常每一天 都用她日用的饮食 用她的话语 来更新我里面的意念 那圣灵也教导她 怎么样来进食 吃饭 她都已经是成年了 二十几岁了 那但是呢 圣灵开始教她怎么吃饭 而且要她凭个信心来吃饭 那后来呢 这个Pam在教会里面 认识了一个男朋友 结婚生了三个健康的宝宝 而且更Amazing的 是后来她们两个人 都全时间服侍主 现在她的夫婿 是教会的父母师 所以这样的见证 我之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给大家有一个见证呢 虽然可能我们没有到 它那个Extreme的那样子的 光景的里面 可是这样的见证 在历史历代的教会中 多不可身属 这样生命的改变 也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经历的 因为耶稣他既然爱世间属他的人 就爱他们到底 那他呼召所爱的 让我们来蒙大恩 并且应许他们 他要负他们一生的责任 而我们要做的 就是我们来回应神的呼召 而改变我们的脚步 改变我们的方向 改变我们的道路 那这个才使这个招 能够达到他的目的 那圣经中呢 对人的招呢 是不可身属的 那有对每一个人的 有对家庭的 有对全体的 有一般的 也有特别的 那今天我们就 从三个方面来看 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 那很抱歉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我也就只能够很粗浅地 讲到我们要怎么回应 但是没有时间细讲 所以希望今天讲的呢 都能够让大家回想起 我们平常所听到的 各种的信息 我们所听到的 我们所看的圣经 那我们就自己知道 圣明在里面教导我们 该怎么样做 那首先呢 第一个 我们来看 神招我们来进入 与他儿子的相交 我们一起来读 这一段的经文 神是信实的 你们原是被他所招 好与他儿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一同得分 那在英文里面呢 就说 We were called into the fellowship of his son Jesus Christ 这个fellowship呢 我曾经在我们的主日讲坛里面 分享过几次 Coinoya这个字 这个字呢 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字 它指的是香蕉 我们没办法把它翻译得出来 所以呢 我们是called into the fellowship the koinonia of Jesus Christ 不只是表面上的认识而已 而是一个深处的香蕉 那就好像我们在波饼聚会里面 我们在波饼聚会吃主喝主 它就是一个koinonia 所以波饼聚会在很多的教会 它叫做communion 这个字有另外一个字的意思 也是communion 所以我们每一次 我们在波饼聚会 我们就是吃主喝主 我们就进入神儿子的香蕉 与祂的那个交通的里面 那我们这个属血气的人 活在肉体中的人 怎么样才可能跟耶稣基督 这位属灵 祂已经到天上去了 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跟祂相交呢 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 他就说神是个灵 所以你们要敬拜祂的 要用灵和诚实来敬拜祂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重生的人 一个重生的人 他里面才会有一个从神来的灵生命 因为神说我们重生 我们信祂名并且接待祂的人 接待祂就是信祂名的 神就赐给我们一个权柄 做神的儿女 那这样子的人呢 他不是从血气生 不是从情欲生 不是从仁义生 乃是从神生的 所以要有重生的人 这个重神生的人呢 他里面就有耶稣基督的灵 那这个灵呢 就是让我们来与神 在灵中能够相交的 所以我们要有这个属灵的生命呢 我们就能够在属灵的生命中 与耶稣基督有交通 那神就在这里呼召祂的儿女 来与祂这些重生得救的人 与祂的儿子在灵中能够相交 使我们在祂一切 他在祂儿子的一切上面呢 都有份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与祂一同得分 所以这是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 神的儿女是我们第一个 蒙爱跟蒙恩的身份 最重要的一个身份 那我想我们在座呢 每一个姐妹呢 都是早已经过了那个 在父亲面前撒娇卖蒙的那个年纪了 对不对 应该不太会了 但是也许也还可以 我们到老了 我们还是可以跟我们的父亲来撒娇 可以跟他有很亲密的交通 但是我们里面无论如何 即使我们外面年纪已经长了 但是我们里面还是有一个渴望 对不对 我们就是渴望 就是可以在父亲的面前 可以毫不照做 毫不遮掩 还不需要隐藏地做女儿 那我的父亲呢 是到了他40岁的时候 他才生我 所以呢我上高中的时候 他就在台上受课的时候呢 他就突然心脏病 心肌梗塞 他就倒下去 然后他就把他送到医院去 心脏病发作 那我就差一点失去了我的父亲在那一次 然后后来我上大学以后呢 我常常回家 就常常到他的书房里面去 跟他讨论我心学的知识啊 卖弄一下子 那他有时候到我念的学校 到台北来呢 我也常常挽着他的手啊 介绍这里介绍到逛街啊这些 那蒙大恩的女子啊 我们都是天父的女儿 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一个蒙恩的身份 我们一定要确定自己有这个身份 你要跟天父有这样子一个亲密的关系 而不要像那个Pam那个姐妹一样 错误地以为在人间 在人的中间来寻求肯定 以至于被撒旦欺骗 被他蒙蔽 所以天父的爱是我们的依靠 天父的肯定才是我们所在乎的 天父呼召我们要来与他的儿子相交 对不对 要在他儿子里面有份 享受他在生命里面所给我们一切的福分 但是这样子的一个福分呢 我们必须要用在一个谦卑的里面来回应 才可能使这个呼召成为我们的实际 这个呼召是在那里了 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去得着它呢 我们要回应 所以谦卑就是要把神当神 这个真认识神的人他一定会谦卑的 像玛利亚一样 对不对 除了尊主为大 他只能说情愿主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 这样子是一个谦卑的人 我们看到在《哥尼多前书》第一章 使徒保罗告诉我们 神呼召的这些人是在世上愚拙的人 是世上软弱的人 而且神也拣选那些卑贱的人 还有那些无有的人 我们可能都没有觉得这几个字跟我们有关 对不对 我们也不觉得自己很愚拙 不觉得自己很软弱 也不觉得自己很卑贱 更不要说我不是无有的人 但是其实我们真的是那样子的人 我们越早认识我们自己是愚拙的 是软弱的 是卑贱的 是无有的 我们就越早蒙福 既然是愚拙的 软弱的 卑贱的 无有的 那怎么能够在至高神的面前还能够 我们怎么骄傲得起来呢 一个在神面前不自夸的人 把神当神的人 才容易接受神的帮助 接受他的替代 得到他完全的救恩 所以昨天戴牧师他在正道里面他也提到 他说 God does not call the qualified He qualifies the called 这是一句很有名的英文的一个slogan 神不会 他并不是指呼召那些有资格的人 他乃是呼召以后 他来使他们能够有资格 来得着 来在这个呼召的里面有份 所以一个基督徒呢 我们一定要记得 我们如果经历一些的失败 不管大小 这都是必须的 要亲身的体会自己或是其他的人 都是不完全的 不完美的 但是不要只停在这里 不要只是说哎呀他跟我一样 天下乌鸦一般黑 或者自暴自弃 而是要更多认识耶稣基督的完全 和他完全的救恩 那这个认识呢会让我们谦卑 因为主耶稣曾经对他的门徒解答 那个有罪的妇人的问题 主耶稣说赦免多爱就多 赦免少爱就少 所以谦卑的人呢就领会神的爱比较多 爱多你就跟神的亲近多 那进入神儿子的交通也就多 享受儿子的福分也多 所以谦卑是我们的第一件事 因为我觉得我们当然 甘夫人说我们骄傲是最后死的一个罪 但是呢我们再怎么骄傲 也不能够在神的面前骄傲 对不对 这个我们一定要常常地记得 那我记得我们在三十 三十年 将近三十年以前 云木山我开始去中国大陆服侍的时候 头十年我们基本上都在乡下服侍 因为那个时候的家庭教会 基本上都在农村的里面 那到今天那些没有什么知识的 这个钱财的 世上以为愚拙的 软弱的 卑贱的 无有的这些弟兄姐妹呢 仍然深深地印在我的心板上 因为他们的那时候我真的是开了眼睛 我觉得他们的祷告那样子的有能力 仿佛可以呼风唤雨一样 而且可以使那个断开罪恶的锁链 挡住仇敌的脚步 他们常常这样子祷告 然后他们教导孩子也不用世上的小学 他就是遵照圣经的教导 很有智慧 讲起话来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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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好啊 他们没有看过这些心理学 没有看过如何教养零到三岁的小孩 没有看过这些书 但是呢 说起话来 一点都不感觉到他们自己可能不过是小学程度 但是他们在神 在人的面前却是那样子的谦卑 他们祷告起来的时候那样子的有能力 可是在神在人的面前确实非常的谦卑 使人看到他们就忍不住要把荣耀归给圣 所以圣经中有66次 在新约圣经里面有66次讲到fruit 就是果子这个字 除了天然的果子以外 圣经里面提到住在基督里所结的果子 圣灵所结的果子 所以你看我们要住在主的里面 主也住在我们的里面 然后主耶稣用葡萄树跟枝子 这个比喻来比喻我们怎么样来住在它的里面 你想葡萄枝子住在葡萄树上 这个是一个constant 是一个一直以来的 对不对 如果几分钟这个枝子把它折断的话 可能它的生命力就供不上了 对不对 所以主耶稣跟我告诉我们 祂是真葡萄树 我们是枝子 我们要学习住在祂的里面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多结果子 那要能结果子要荣耀神呢 首先必须住在基督里 就是要与祂的儿子相交 在祂的儿子的fellowship上面有份 所以有人问这个穆迪 我再引用一下他 问他说 你有没有被圣灵充满过 因为他是福音派 他创建了穆迪神学院 对不对 你有没有被圣灵充满过 穆迪说当然有 然后他接着很有意思 他就说 但是我会漏掉 充满了 对不对 常常被圣灵充满 但是我会漏掉啊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们需要 常常住在主的里面 因为我们需要 常常地回到祂的里面 因为我们容易跑出去 所以你要能够分辨得出来 我什么时候 我是住在主里面的 什么时候 主的灵在我里面充满我 让我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 而什么时候我是在外面的 你要能够 灵里面要有这个感觉啊 要有这个感觉 我一旦出去了 我一旦漏掉漏光了 我要再来补货 我如果出去了 我就要再回来 所以一个把神当神的 那个回应神 要与祂的儿子来相交的这个基督徒呢 它才可能使住在基督里 成为一个有福的实际 所以我们要回应神的呼召 不要只是听而已 听了说 哦 住在基督里 好像葡萄枝子 住在葡萄树上一样 我们就听了很有道理 但是你要回应这样子的呼召 所以我从前呢 带领诗歌的时候 我从前带领诗歌的时候 那许多时候呢 我都一开始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我要跳什么诗歌 我不知道怎么样 因为那天要配合神在那天的工作 在圣灵里 在教会的工作 还要配合讲员他的负担 所以我常常呢 因为我们领到诗歌的时候 领到这个讲员的奖章的时候呢 也比较 也稍微比较晚一点 常常到礼拜二 那我们礼拜三就要把诗歌送出去 所以呢我就早晚就把自己呢 圈在神的里面 寻求他的心意 我从很早的时候我就开始酝酿 不等到那个讲章出来的时候 我就开始求神来告诉我 诗歌里面我要怎么样用诗歌 来带领弟兄姐妹来敬拜他 能够来得到他的胃养 那有一次呢我很清楚地记得 那几天正好有非常烦心的事情 我很受搅扰 但是呢我有一天呢 我又记挂着我礼拜天要领诗 就有一天呢 一进到我们家的那个浴室 我们自己的浴室里面的时候 突然里面就流出来 真的是流出一首诗歌来 结果呢我实在是太喜乐了 因为可能也被这个烦恼的事情压得很重 这个诗歌一在我里面流出来的时候 我就在浴室里面又唱又跳 真的是跳真的 我可能脚不离地 但是呢我真的是在跳舞 真的非常非常地喜乐被圣灵充满 欢喜得不得了 主先服侍了我 才让我去服侍他的教会 这是住在基督里的福分 所以能进入与他儿子的香蕉 这个Coinonia Communion Fellowship 是我们蒙爱蒙恩蒙福的第一件事情 你要答应神这样子的护照 第二个 神召我们进入他活泼的盼望 He calls us into his living hope Living hope呢 在彼得前书第一章里面 他说他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重生了我们 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这个活泼的盼望就是Living hope 我们后来把它翻译成永活的盼望 我觉得也非常好 所以这个活泼的盼望 它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 使我们知道他的恩招有何等的指望 有何等的盼望 这个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呢 是需要神把那个自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 然后让我们照明了我们心中的眼睛 哎呀我们才明白 原来我们所得着的这个招 原来我们所得着的这个福分 有何等大的盼望 所以有一个盼望很重要 有一个在南太平洋岛的食人族 他们归了基督了 那其实中间有一天 那个酋长在他们中间的一个 high rank的一个leader 那坐在那个大锅子 一个很大的锅子 旁边呢在那里读圣经 结果呢就有一个人类学家 travel到那个地方去 然后他就走过他的身边 然后就问他说 他说你在这边做什么呢 那这个土人呢就回答说我在读圣经 那这个人类学家呢就很嘲笑 这个有知识的人常常都是自以为是 所以呢他就嘲笑他 他说你知不知道 现代的文明人早就不读这本书了 他说因为这本书里面 除了谎言什么都没有 你就别读了吧 别浪费时间去读它 这个土人呢卖条斯理 把他从头到脚打亮了一下 然后他说先生如果不是这本书的话 你早就在那个锅子里面了 所以神改变人 这个我们也常常听到很多宣教的故事 到那个蛮荒之地 那个神怎么样改变 人没有办法改变的神改变 神改变人 不仅改变他的思想 改变他的胃口 他的口味 而且更是改变他的世界观 那我想问一下 我们有没有被神改变 我们里面有没有一个把握 觉得神赐人智慧启示的灵 使我们认识这个活泼的盼望 这个改变是一个生命本质上的改变 所以他说他重生了我们 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重生我刚刚已经讲了 你是信耶稣 你要接待他 信他名 然后神就赐给你一个权柄 做神的儿女 那你里面就有了重神 生的生命 这叫做重生 所以重生的人 他里面就有一个活泼的盼望 因为为什么呢 重生的人就不再是我活 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 是耶稣基督成了我们这个永远的盼望 成了我们这个活泼的盼望 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回应呢 怎么样来回应呢 我们如果在信心里面来回应 神这个叫我们有活泼盼望的呼召的话呢 我们才能够使这个盼望成为我们往前的力量 有人说人可以四十天没有食物吃 三天没有水喝 八分钟没有呼吸 这个有点夸大 如果你只要有一分钟没有盼望 你就活不下去了 但是呢 Canel大学呢 曾经有对第二次大战里面 两万五千个战俘 他们曾经做过一个研究 他们获得的结论说 只要有盼望 人可以面对任何的苦难 那很多人的盼望呢 这个是没有稳固的根基的 股票 美貌 所以现在很流行去美容 对不对 我们有一个姐妹真可爱 她女儿生出来以后她就说 她说师母啊 我现在要开始存钱 我说干嘛 她说 因为她将来要做美容的费用一定很高 哎呀 我孩子才刚生啊 我当然知道她是有点开玩笑的 但是现在这个美容 去做美容成为大家一个很 很common的一个 对不对 我以为我变漂亮了 我就能够怎么样吗 对不对 这个都是没有稳固的基础 没有稳固的基础 还有我们的可能我们要一个好的工作 但是或者我们 这是没有稳固的基础 或者我们的盼望可能没有一定的保障 譬如说健康 我们把我们的盼望放在我们的健康上 我们把我们的盼望放在婚姻上 也没有保障了 我们把我们的盼望放在我们的孩子上 有保障吗 你现在看她像天使 将来怎么样 不知道 对不对 然后政治人物 我们也把我们的盼望放在政治人物上 有没有这样呢 千万不要这么foolish 然后我们甚至把这个政策当作我们的盼望 政策每天都在改变 对不对 每一年大选 每一年选举的时候都在改变这些的政策 但是这个盼望一旦改变或者失去的时候呢 我们就失去了往前的力量 因为我们常常会活在失望的里面 信心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大动脉 如果这个信心被切断的时候呢 掌管我们生命活力的呢 这个就被切断了 因为信心是掌管我们生命的活力 引导我们跟那个生命的源头来相连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在罗马书第五章 在罗马书第五章 它说我们既因信称义 而且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 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所以我们要在信心的里面 来回应神对我们的恩兆 也许你看不见 但是你要信 这个信从哪里来的呢 说到时候我也不知道 这是神的恩典 但是我们得着这个信心以后呢 我们要来去把握它 我们要去用它 我们要去在它的里面 来实践 来practice它 然后呢 这个信心呢 我们很多的时候 我们不信的时候 我们就容易埋怨 对不对 就会质问神 就会失去耐性 但是反之呢 信心使我们站在这个恩典中 并且欢欢喜喜盼望 盼望什么 盼望神的荣耀 神的荣耀就是我的欢喜 而且不仅如此呢 这个盼望还有一个 是一个叫我们喜乐的盼望 就连在患难中也欢欢喜喜的 因为为什么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恋 老恋生盼望 盼望不至于羞耻 那忍耐这个字呢 在希腊文里面就是 有处理压力的能力 就是忍耐 这个很特别 它能坚持到底 能不放弃继续往前的能力 所以这样从艰难中 这个所称的盼望 不是说我希望 I wish 而是经得起考验的盼望 所以很多人有人说 患难不是来摧毁我们的盼望 而是增加我们的盼望 因为这个活泼的盼望里面有能力 这个盼望是活的 是living 是一个活泼的盼望 我们可能对我们自己所有的情形 我们可能都觉得没有任何的指望了 但是说得真是非常稀奇 怎么在我里面有一个living hope 有一个活的盼望 因为那是从耶稣基督 从主的生命来的 不是从我来的 所以让我可以在患难中也欢欢喜喜的 那我在2007年 我们在2007年的犹太立法的育业节那天 我们正好晚上有第三次的宫廷会 前两次都不准我们盖教堂 那第三次呢 如果再不通过的话呢 我们就没了 我们这个房子我们就白买了 就只能有三次 但是呢 我们因为先前有主的话做我们的应许 而且一路呢 这两年多的时间 神一直用祂的话来兼顾我们 我们就在信心中往前 而且充满盼望的往前 没有人在那段时间苦苦哀求 天天非常的苦的 苦苦啼啼的 但是紧张是挺紧张的 真的是挺紧张的 那种雨 在那天我们在宫廷会的时候呢 我们大概有二三十个人在市政厅的外面祷告 我们一方面也坐不进去 一方面我们也是负责祷告的团队 我们就在外头边走边祷告 那这个紧张呢 就觉得有点像跟那个二势力 黑暗全是正面交锋的那种紧张 但是呢 又很稀奇 在我们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的一个主的同在 有一个把握在那里 那他们宫廷会 不管进行了多久呢 我们的祷告就有多久 一直等到大概 我记得大概超过两个小时 他们说是史上最久的一次一个case的公厅会 结果我们就听到在里面的欢呼的声音 这个时候我们才卸下祷告的负担 一起跟着里面的人一起流泪欢呼 所以盼望是使我们在患难中也欢欢喜喜的 跟被动的等 躺平的等完全不一样 所以乃是在积极中在信心中 忍耐等候神的应许 来盼望神的荣耀 所以盼望我们 这个是我的盼望 盼望我们都能够这样子的 来积极地回应神 祂的恩招的指望 让我们都拧略 祂的恩招有何等大的指望 那第三个 神召我们来进入祂永远的国 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圣经好不好 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地得以进入我们主 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 在前面呢 在彼得他在前面第三节的时候 他说 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 皆因我们认识那个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 招我们的主 祂用祂的荣耀和美德把我们吸引过来 让我们看见祂荣耀的美德 我们就吸引 我们就想要来接近祂 我们就想要来接受祂 我们就想要来回应祂的呼召 那神的呼召除了对我们个人的呼召以外 祂还有一个最重要终极的呼召 就是祂有一个国 祂有一个城 这是祂自己所经营所建造 祂亲自在那里经营所建造的 那我们就想我们这么败坏的人 怎么能够与祂的那个荣耀的国有份呢 你想想我都觉得不太可能 对不对 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人 我们能勉勉强强进入祂的救恩 我们就感谢赞美主 但是祂的旨意还不只是停在这里 祂不是叫我们每一个人只是进入祂的救恩而已 得着祂的救恩 免死的救恩 祂还要我们进入祂的国 而且丰丰富富地进入祂的国 所以是神用祂自己的荣耀和美德 叫我们脱离这地上一切的残累 一切情欲的败坏 那我们80年初的时候呢 在我跟余弟兄我们在美国中部念研究所的时候 那个时候80年我不晓得 可能大概有一半的人没生 我们80年初在美国中部念研究所的时候呢 没有网路 哇 你们想这怎么可能呢 没有手机 太大灾难 对不对 没有个人电脑 我们那时候我读电脑系 那时候很少人念电脑系 我们都要去那个mainframe 我们都要去那个打卡 到那个机器 哇 那个机器房里面冷气 我们在外头热得要命 那个机器房里面全部养那些机器 养那些电脑 都冷气冷得不得了 我们都穿外套进去 然后我在那边打卡 那个mainframe 那个大型的机器 然后我们有什么呢 我们常常每一个留学生 我们都有一个转了好几手 不是二手 转了好几手的一个旧脚踏车 然后呢 我们在云木寺在那里的第二个学期 我曼他一个学期去 好的 第二个学期一开始 秋天的时候 他就和一位刚刚决志 传福音决志的一个弟兄呢 开始了周六早晨六点半 在鸭子湖Dark Pound 旁边的追求聚会 结果本来是两个人 后来变成四个人 四个人变八个人 后来等到我八个人 后来就越来越多人 后来我下一个学期去参加的时候 已经二十多个人 有时候到三十多个人 六点半 冬天在鸭子湖Dark Pound 那时候都还是天黑的 下雪的时候呢 我们就站着唱诗 因为雪 坐下来就更冷 我们就站着 穿着雪衣 每一个人都一个大夹课 有时候都不认识 都看不出来是谁是谁 我们就唱诗 祷告 分享 然后八点钟一到 大家就散了 我们就又骑着我们的破脚踏车 我们就去赶去打工的 或是去考试的 去上学 我们礼拜六都要上学 或者赶到电脑房里面去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在那个时候 就是神用祂的荣耀和美德 吸引我们脱离地上的产累 极力地来追求祂 那个时候我们都很穷 都要打工的 那天有人来问我 我打过什么工 我好几个工 我儿子问我打什么工 然后打到后来都 不讲了 但是我们把这些追求的时间 都把它空出来 再有赚钱的机会呢 也舍不得不来追求主 好像我们那时候 读书打工都是副业 只有追求主才是正业 真的是这样 也是在那一段时间呢 我接触到了很多属灵的书籍 classical的 classic的属灵书籍 那我认真读圣经 那我也记得那时候 我跟我的室友 我住在姐妹之家 我们还有个弟兄之家 我姐妹之家呢 除了我姓祖稍微早一点 在台湾就姓祖 都是我们在校园里面 传福音姓祖的 那时候 那时候我在室友就等他 那我手上我都还拿着读属灵书 我不会 因为我没有手机 我不晓得要干什么 我都还拿着属灵书 神开启了我里面的眼睛 看到他自己的荣耀和美德 我就被他甚深地吸引 我住在姐妹之家呢 还有我们一个弟兄之家 所以我们就常常在我们的生活中 也按照圣经 来操练彼此和睦同居的功课 非常非常地宝贵 所以我很鼓励 我们单身的弟兄姐妹 单身的姐妹们 如果我们可以是姐妹们 大家一起和睦同居 大家一同来追求主 彼此扶持 在我们单身的时候 我们珍惜我们单身的这个机会 我觉得非常非常地好 我就非常怀念我那两年 住在姐妹之家的时间 我们不仅自己追求 而且我们还到处传福音 我可以说没有一个校园里面的中国人 我真的可以这样夸口 校园里面大概没有一个中国人 没有听过我们查经班的人 没有邀过他来我们的查经班 没有邀过他来福音聚会的 那我们还常常集体 大家开着老爷车 那都是八缸老爷车 你们没看过八缸的车 那是棘手的旧车 我们就开着那个大车 我们大家一起到别的校园里面 我们去传福音 去殷辛 那回想这段日子呢 真的是有一点像保罗所说的 为主癫狂的那个模样 年轻人你要为主癫狂 你至少要尝一尝这个什么味道 你才知道保罗为什么 他能够被主的荣耀和美德吸引到 他为主癫狂 那这两年左右的这一批的弟兄姐妹呢 后来至少 就是我们那两年的 至少有七位 可能现在更多了 我们有好多年都没有接触 没有那个将近四十年了 对不对 四十多年了 有七位全时间服侍主 就是我们知道的 还有几位现在都在教会里面 成为长老或者是负责弟兄 这都是因为他用他荣耀的美德呼召我们 对我们的爱不离不弃 一直到我们在爱中复复 尾身于他的建造中 所以感谢神 是我们在爱中向他尾身 他才使我们在他的建造行列里面有份 对不对 这是一个呼召 没有一个人会勉强你的 呼召就是你愿意来的人就来 你答应了你就在这个建造的行列中 让我们的脚都站在他的门内 都在他建造的行列里面 所以在菲利比书第三章第二十节 我非常喜欢这一节圣经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 并且等候救主 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 我们是天上的国民 神要得着的是一个国 是一个天上的国 国度必须要建立 就是说 一个国一个城 我想我们都能够可以想象 就是说这个一定要经过他的建造 一片散沙 一片大家都躺着的石头 一堆的木材 都不是神终极的目标 一个一个我们的石头再坚硬 再美丽 那还是一个一个 还是神要把我们建造起来 成为他可以居住的灵工 他可以居住的城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建造的材料 他来呼召我们 不是只是叫我们来得一点在地上的福气 我们蒙大恩的女子 这个才是大恩 真的是大恩 是他所喜悦的 他才把我们呼召在他永远的心意里面 所以我们好不好 我们心甘情愿地把自己 尾声在他的建造行列里面 我们不要只做一个很漂亮的石头 躺在地上 当所有的其他的石头都在那里建造的时候 那边有一个很漂亮的宝石 漂亮的不得了 可能又大 又耀眼 可是他不在这个建造的行列里面 多可惜 我最后讲一个例子 我们很多的时候呢 我们基督徒还想把世俗的工作 跟属灵的事情分开 就compromise 但其实我们不知道 我们只是同一个人 我们是没办法分开的 那我们刚刚开始到矽谷工作的时候呢 我跟余弟兄 我们住在Saint-Claire 就在我们的教会旁边 那有一天呢 我们住家的附近呢 有火灾 就看到好几辆的救火车 通通都开来了 接了连三呢 有不少人开着私家车 小轿车 就赶到 到了之后呢 他们马上换掉衣服 穿上那个防火员的衣服 投入在救火的行列里面 那一次呢 火灾完了以后 那云牧师就跟其中一两位 救火员就在我们家对面嘛 他就走过去跟他们聊天 就问他们说 你们怎么知道这里起火的 起火灾的 那个救火员呢 你们要想这是40年以前 你们想说 我们看手机就知道了 我们都不知道哦 对 你怎么知道 他说我们随身都带一个beeper 所以呢一旦beeper响的时候 一旦有火灾发生的时候 附近所有的人呢 他们都来到 所有的救火员呢 他就on call的 全部都集中到这个地方来 然后他们一有火灾的时候呢 不管他做什么事情 立马放下 投入在救火的里面 那这些救火员很多都是异物的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使命 就是救火 不论什么时候 只要我接到通知 我就放下其他一切的事情 不管我在barbecue 不管我在游泳 不管我在读书 不管我在跟孩子玩 我就放下一切的事情 投入在我这个最重要 我on call的这个使命当中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指明 我们的使命是要宣扬 那招我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则 就是要使我们 与他的性情有份 因为他所有的建造 其实主要的成分就是耶稣基督 就是在我们里面的那个生命 这个谁是谁在 就跟那些救火员一样 它都是我们的身份 都是我们的使命 我们都是on call 都是从上面来招我们的那班人 所以我现在听到这一个 讲到这一个 我不晓得我们大家有没有觉得 这三个招都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 来招我们与他的儿子相交 他知道他认识他那个n招里面何等大的指望 然后招我们来进入他建立那个永远的国 所以今天我们 如果你也觉得你也是蒙招的人 不仅是蒙爱 而且我们也是蒙招 蒙爱非常重要 我们如果今天不是蒙爱 我们早就不知道死到哪里去了 神用他的大爱呼召我们 那我们也是蒙招的人 而这个招不是只有在今生 而是在他永远的招里面有份 既然蒙招 行事为人就要以蒙招的n相称 所以我们最后一张slide 下一张 第一个我们刚刚讲到我们的身份 那我们有哪一个身份 比得上我们是神的儿女 更宝贝 我们有哪一个关系 比得上我们是住在基督里呢 有哪一个盼望 比得上神所赐的盼望更真实呢 有哪一个价值 哪一个哪一种的价值 比我们的人生 可以投身在神 那个永不衰残的国度里面呢 哪一个福气 是比我们成为神 祝福别人的管道更有意义 希望今天我们姐妹们 得着这个福分以后 人也要称为我们有福的 不仅是蒙大恩 要称我们为有福的 即使在今天 大家看为最美丽的今生 最美丽的东西 我们如果要跟永恒的光辉来相比 也都是逊色的 所以盼望我们能够一起来 不仅蒙大恩 而且我们蒙糟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然后我们一起有一点点的祷告 这是另外一首伊丽莎黛 因为我想总结我们很多年轻人 还有说英文的 所以我们就用一首 这首诗歌的副歌 让我们进程在那个永世不改变 祂的威名 代代相续到永远 这样的一首诗歌的里面 我们也回想一下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召 神对我们的大爱 让我们进程 在祂的恩典中 在祂的恩典中 带代相续到永远 生命会有改变 留下来 留下来 我们爱你爱你爱你爱 都去你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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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也爱你爱你爱你爱 Glück spl it 未言不改变 El Shaddai El Shaddai 我们爱你 爱的永远 我要一生赞美你 El Shaddai 这位代代相续到永远 圣名威严不改变的神 El Shaddai 全有 全主 全封 到如今她不改变 她怎么样对玛利亚说 蒙大恩的女子 问你的安呢 我问你的安 主与你同在 她怎么样跟玛利亚说 圣灵要领到你的身上 至高者的能力要应替你 如今她一样也对我们每一个人说 蒙大恩的女子 我问你的安 主和你同在了 圣灵已经领导我们每一个信她的人 因为我们都是她的女儿 都有她的生命 阿们吗 阿们 今天她呼召我们来进入 与神儿子的相交 来进入她那个永活的盼望 呼召我们进入她永远的国 她要赐给我们能力 赐给我们喜乐 赐给我们盼望 赐给我们意向 阿们 El Shaddai Echam Chana Adonai I will praise you till I die El Shaddai El Shaddai El Shaddai Echam Chana Adonai Echam Chana Adonai Echam Chana Adonai El Shaddai Echam Chana Adonai I will praise you till I die El Shaddai Amen 在今天的信息中我们说了许多圣经中的呼召和应许 但愿我们都能够像玛利亚一样说 我是主的使女 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 因为出于神的话 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 你若相信 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 因为主对我们所说的话都要应验 我们在最后一词唱El Shaddai El Shaddai Chorus 2 然后我们就同声祷告 Amen 把你对神的爱慕来告诉他 把他对你对他的需要来告诉他 把你对他的尾声来告诉他 要相信他 出于神的话 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主对我们所说的话都要一言 我们一起同声来祷告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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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阿爸父神 我们谢谢祢 祢永远的爱爱我们 这个爱是我们一生的把握 这也是我们里面最大的根基 主啊不仅是照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 祢还呼召我们能够风风风风风进入祢的国 在祢的国里享受祢一切为我们所预备的 并且我们要在这个国中来为祢做见证 我们要世世代代都来述说 我们如何蒙了祢的大恩 主啊今天谢谢祢让我们姐妹们有这样子一个机会 主啊祢还有未尽的话 祢还有未做完的工 主啊在下午的时间 主啊祢也借着我们不同的小组的交通 借着弟兄姐妹们的见证 借着我们的诗歌 借着我们一起的相交 主啊祢继续地来对我们说话 继续地来做 祢要坐在我们里面的工作 主啊盼望我们离开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都丰丰富富地来得着祢 我们特别为着在我们中间有一些特别有难处的姐妹们 我们向祢来仰望 主啊一个肢体软弱 我们全身都有感觉 主啊所以我们巴望 祢即使我们不是那么清楚地知道每一位肢体的情形 但是祢迟逃 祢让这个生命的能力流通在我们的聚会中 流通在身体的里面 祢让每一个肢体 每一位姐妹都得着祢的福事 求祢这样子的与我们同在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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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